都说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吃一颗饺子 你会愿意要花多少钱呢 嘉义这家小吃店 水饺的价格一颗最高要22块 最便宜的也要15块 老板敢开这种天价 是因为对自己的熟益和食材 有绝对的信心 而姑姑也说一点都不贵啊 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 所以买单买得性甘情愿 即便有一段时间 不站在炉台的主战场 杨润成随时叫招 还是得心应手振得住任何场面 你不要烦躁 就是先来后到 每天愉快愉快 所以我今年73岁了 我还在这边 卖的是传统面食 所有的餐点都加了愉快这一味 也难怪主打的水饺 鸡汤 招牌汤 都让韬客们吃得脆脆脆脆心灰脆 喝得出来就是很真材实料 那个鸡汤去炖的 以这样子的价位来讲的话 名副起始的 没人这样做 应该说没人愿意像他这样做生意 杨润成的店里每一样品项 用的都是超规格 成本也超乎一般人想象 因为凤梨有酵素 酵素的话它对人体也好 然后再说我们这个 混的比较多 你多放一些蔬果类的东西 粥笋 凤梨 苹果 萝卜 洋葱等蔬果 载浮载成 光用看的就知道这一锅 不用味精调味就天然鲜甜 有滋有味 而看不到的水底还有八只拳击 三条猪五花线参 招牌汤的汤底得要前一晚先沸腾四小时 第二天一早再滚煮三小时 才能交融出层次和厚度 中国共产党用18倍的兵力去打 去打美国一个团 用这个概念 好像没有诀窍 绝对没有诀窍 第一个就是你的东西 好不好 多不多 容度够不够 舍得用好的食材 加上耐心火候 杨润成说能做到这样 东西没有难吃的 他用韩战时老共的解放军 用不成比例的人海战术 打赢美军来做比拟 以量取胜 诚意十足 料理自然横甩那些 省工省料的厨房省长 双酱牛 活鲜虾 主角够牛够虾 泡汤在招牌汤底中 收服挑剔的老饕 得来毫不侥幸 汤头非常的浓郁 然后它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整片的 对 它咬起来的口感也很好 会比较贵但是很值得 超值的还有口碑鸡汤 如法泡制跟招牌汤一样 是多打一策略 九份料一份水熬煮 别人的鸡汤轻轻入水 洋润成的每一锅 熬成精华汇聚的浓厚乳白 不少掏客定期来解馋 家人生产开刀养病 还来预定冷冻包帮忙补身子 能来到我店里面的人 我都带着很感恩 因为现在年纪慢慢大了 那么多吃的 你可以走到我们店来 我会对他很好 我对我的客人都很好 杨润成对客人很好的意思 是提供超值的美味香袋 也因此小小的店面座位区 到了用餐时间 常常得要排队后卫 做到累了 忙不过来了 他说只好每隔两三年 调涨价格 以价值量 让他和太太稍微喘一口气 我们是要有良心的人 我调整20%价钱 我品质一定超过 我品质调25%以上 鸡汤一碗180元 几乎跟台北鼎鼎大名的名店 卖得差不多 但让人一看睁大眼睛的价目 其实在水饺区 这一颗20元 20块钱一颗 这会不会是全台湾最贵的水饺 这个全台湾第二贵 第一贵是我的22块 包一只虾的那个红巡水饺 请坐 一颗水饺20元 对 你没听错 但杨润成用的是一斤700的 美国安格斯黑牛 油花均匀的双酱肉 搭配酒黄做内馅 试货的人一听 就知道这价钱虽高 但非常合理 它不腻 假如我们讲牛腩 它会有点腻 它不腻 然后它咬的那个样子 你说它硬嘛 但是它咬得动 然后它香气 香气会留得很久 然后咬起来很舒服 而一颗22元的三鲜水饺 包的是干湿两种干贝 红巡肉 梅花猪 再加一只完整草虾 仿佛是海鲜火锅的缩小版 价钱最低的招牌水饺 一颗15 用温体台湾梅花猪 加上冬瓜 洋葱和鸡汤 组合成新鲜新奇 不做常见的猪肉高丽菜 不愿将平淡无奇 胡伦吞枣吃下肚 零为鸡手 不为牛后 要做就在你那个行业里面 一直坐到顶尖 要不然有人比我还好的话 我很郁闷 我为什么不能比他好 要做就坐到顶尖 自律精神来自军校的严格训练 原本是陆军干训班 室官队队长 少校退伍后 杨润成做过电脑游戏公司 开过录影带店 为了子女的教育 一度想要移民 曾经当妻小的先遣人员 先到美国适应半年 发现还是台湾好生活 回来之后思考不到半个月 决定搬到人生地不熟 但以前行军路过 而留下美好印象的嘉义 落户生根 从小耳濡目染的家常技能 就成了妈妈给的吃饭本领 从小学二年级我就会赶皮包水饺 在家里妈妈的 在家里就会 因为我是东北人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穿的西装 看起来蛮斯文的一个中年阿贝 他连吃一个礼拜 吃完会给我鞠躬 他说谢谢你给嘉义带来一家 这么好吃的店 我那时候不觉得自己好吃 我心里就觉得说 有责任心 你做得好人家会给你鞠躬 从那以后 我就是很当一回事 你这样一路做下来 要做就做就最好 他用价钱较高的高筋面粉 创造韧性弹牙口感 看美食节目吸取别人的经验 不断追求更好 不顾不自封 每种口味都还在进化的 漫漫长路上 Apple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代了 你想看 所以我也是想说 它苹果也都可以那么多袋 那你就是一直一直往上走 就说能好 为什么我不能再好 就好 好 好 一直好 永远寻求进阶 对 他好爱做我 我很不爱做 真的啊 他乐在 但是我也是会配合 他乐在其中 对啊 他有军人的那种食蜜 和太太两人四手 三十年包了超过百万颗水饺 包满了一家的生活经济 也成了嘉义人的美食记忆 杨润成感念在地相亲的赏事 也感谢太太一路相伴 吸手打拼 娶到老人最大成就 你有跟他讲过吗 我跟他讲 他会有点不好意思 嘿 嘿 嘿 刚刚来一下 啊 我说我这一生最大成就 就是娶到你 哎呀 好恶劳哦 娶到你 然后 这可不要哦 如今儿女学成 各自在职场拥有一片天空 杨润成依旧乐在工作 他每天收工后 跑步锻炼 立行健康纪律 截至考富享乐 为了能继续再做三十年 现在比较有 没有人 没有人讲说 哎呀 你睡觉太贵了 他们现在知道 我一直就希望能做到 全世界最好 以我的生命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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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没有停止 谢谢 杨润成老季福利 人生七十立下世界第一目标 要将坚持和完美捏合为一 加以最贵水饺 一口咬下 绝对值这个价 这样就好 只要不断不断地尝试 并且保持正向乐观的态度 相信终于有一天 会等到成功的机会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台湾以前的一个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